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林 歡迎繼續回來我們這個貓咪生存喔 大家看右上角我已經到了第六天了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這遊戲有一個儲存上的BUG喔 呃這邊解決一個資助我們先把它解決掉好了 儲存上的BUG是什麼呢 他會這個BUG會導致我們之前得到的那些裝備呢 變得毫無用處啊 來我們首先先到安全一點的地方來看一下喔 這個BUG就是我們打開物品來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我這邊居然穿了兩雙鞋子對不對 其中一個可以拖動一個是不能拖動的喔 那在我這個物品欄裡面呢有好多雙鞋子對不對 好多隻鞋子啊這個拖動不了 還有我的爪子也是拖動不了的 這這代表什麼呢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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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子是還能動的 但是這叉子是我剛剛撿到的 所以是在我退出遊戲之前 呃是可以用的那這邊還有另外的叉子 是我在退出 呃我上一次的退出遊戲之前 就是我前一次遊戲得到的 但是在我退出遊戲再進來之後 這一個叉子就已經固定在物品欄這一邊了 我怎麼拖也拖不動 那麼原本在這裡面的也毫無任何的效果 所以這就是這一個遊戲的一個BUG在這裡 非常非常的恐怖 就是當你只要離開遊戲 他雖然說是那個儲存並且離開 那物品是儲存的 可是裝備一類的會被固定在原位 或者在物品欄這裡面的呢 會變成毫無效果這樣子 只有剛剛撿到的才有用 索性是說叉子之類的東西啊 還有鞋子啊 他們都是待在原來的位置 你可以撿到的話就可以撿到 另外就是說像這種這種奇怪的食物啊 披薩對不對 這個是可以直接增加我們的狀態值的 就不是補充這個保持度和血量的 像這個是加10的攻擊力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吃 當然這個也會加一點點啊 不過他可以加10的攻擊力啊 就是這樣子啊 但是那個BUG真的是讓我覺得有點難以接受 包含我們上次撿到的活塞對不對 那個活塞呢也直接就不見了 所以我可能要再去城裡面 找一下那個活塞還在不在 哈哈 順便看看能不能收集的到85塊錢吧 但是我覺得 還是先不要買好了對不對 除非我們到真的非常就是 就是毫無我們毫無招架之力的地區的話 然後再 把錢給花下去來買裝備 不然這個 你只要一退出遊戲 他就會變得毫無作用 等於說裝備是無法保存的 除了無法保存就算了 他還會在這邊佔空間啦 有沒有看到那邊佔空間 如果有東西從上面花過去 我這邊一放開搞不好 到時候點不到這一塊肉啦 哈哈 那就麻煩了 那上面是不是一個披薩啊 如果是的話去剪一下那個披薩吧 那旁邊那個右上角這個狀態值呢 錢是會保存的 其他東西好像 能力值好像是都會保存的沒有問題啊 但就是最麻煩是裝備不會保存 這點是 讓人難以接受 欸我怎麼跳不上去 等等 等等啊 有夠難跳 等等 這個貓怎麼突然之間變得這麼不靈活了 來著 來來 所以有拿到一個披薩嗎 看在哪裡 這個有時候物品太多了 你也看不到他在哪裡 喔看 在這個叉子後面我點不到披薩 披薩在哪裡可以點到 這邊可以點到披薩 他在這兩個固定住的物品中間就很難點到啦 那就這邊吃一下披薩吧 所以我的傷害現在有170喔 主要是要有一個叉子在喔 但我之前也吃了不少 那可以增加狀態值的東西了 也是有差 所以170的傷害現在應該也算強了吧 我剛剛血密密還有一點的 為什麼被他打一下就直接掛掉了 等一下 太扯了 這太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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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只能重新開始遊戲了 重新開始遊戲 但是我們現在傷害是有130耶 我們傷害為什麼現在可以這麼高啊 所以這個算是怎麼搞的 我有繼承我之前的東西嗎 因為我現在傷害有130耶 原本應該不太可能會有這麼高的吧 等等 怎麼搞的 我莫名其妙的死了 但是我好像 欸等一下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是火柴耶 但是我好像 我好像吃 他想給我吃 但是又吃不到這樣子 這遊戲的BUG似乎有點多啊 這個火柴我吃不到啦 他在空中飄啊 這遊戲有BUG啊 我連那個火柴我都收不到 而且 為什麼這個瓶子還在這裡啊 然後 剛剛那個 我的血明明超大一條的 不可能被那個傢伙打一下就死了 但我被那個傢伙打一下我就死了耶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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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寶石平常心好不好 看樣子一切又要重來了 不過我們已經 我已經大概知道了 就是說 各式各樣的物品會在什麼位置出沒 我直接過去撿一下 大家就知道 包含上次的火柴應該也是一樣 會在同樣的位置 我看這個能不能直接跟他拿東西 應該不行啦 我還不夠那個終神紙哦 那是在這兩個中間會有那個鞋子啊 就在這裡 所以我們可以先來 再來撿一個鞋子 對 先撿一個鞋子 好扯 好扯啊 這些bug 好的 所以這個是不是代表我走路速度好像有變快一點 那差值呢是在這裡 對 沒錯 所以一開始我們在這邊就可以撿到 可以增加那個 體力值的還有增加攻擊力的 所以我們現在攻擊力還是130耶 回復正常了 這個差值一裝回來就回復正常了 所以我的那個攻擊力基礎值呢又回到了90 然後差值呢是增加了40 所以現在的攻擊力是130這樣 剛剛怎麼可能會被那個蜘蛛摸一下 那麼長的一條血就直接就沒了 太誇張了吧 那個蜘蛛是什麼 帶著特別的毒液嗎 沒辦法 就只能直接重來了 這遊戲的bug既然都還有的話 那就是說 可能在探索的目標就要轉換了 變成什麼呢 變成說我現在是不是有140 對我現在有140的攻擊力了 吃披薩 探索的目標就變成說 立刻呢去各個地方然後 找尋我們要的東西這樣子 也就是說我們可能要先到這個車子 那個活塞應該還是在這個車子這邊喔 這邊應該可以先把這個鴨子先抓 鴨子 呃鴨鴨先抓什麼 鴨子 啊 好先拿錢拿錢就好了 你不會打我吧 有時候他真的會來打我 那上面有個漢堡 代表說 那個漢堡應該 這我怎麼拿抓不到他的 這 休想跑休想 欸好吧好吧先打這個好了 那我們要吃上面的東西的話 我感覺好像沒辦法跳那麼高耶 有地方讓我跳那麼高嗎 好像沒有 那這個好像是你只要花個錢 你可以得到好東西吧 試試看好了 所以我果然得到的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煮過的蛋 煮過的蛋喔 呃增加傷害值10點喔 所以現在的基礎 呃應該說 裝備了這個叉值之後攻擊力有150啦 所以其實在 呃路上也都會有一些 叫這這類東西可以增加我們的基礎能力值 感覺還蠻不錯的啦 就是說 就是說 繼續這樣增加下去的話 就真的想要成為貓王 那不是問題了 啊問題就是 他那個 你 你退出遊戲再進來 整個 整個狀況就又不一定了 我先去拿個活塞 天啊 所以在這邊是不是還有活塞 果然活塞還是在這裡的喔 那就先拿一下了吧 拿個活塞 那就是說還有另外兩個部件 不曉得在哪裡對不對 那就是要 跑我們沒有去過的地方了 是不是就應該要直接來冒險往那邊去了呢 也是可以 但我覺得 可能是不是先去買一件衣服好像好一點 那就可能把錢花在買衣服上面吧 既然傷害值的基礎能力值可以提升的話 我又快死了 可是隨便被打一下很快就死啊 好可以打掉他 那麼 比較好的衣服的話 我看一下喔 25塊錢才能買到 比較好一點的衣服喔 5塊錢那個衣服也是可以啦 但買25塊的應該比較好 可是25塊真的還是有點 那個目標有點有點遠啊 啊 我剛剛是不是被他摸到好幾下 結果他們都翻不過來 我是不是被他們打到了 奇怪 而且有時候他們的攻擊感覺有延遲啊 有的時候他好像 離我還很遠 但是偏偏就打到我了 像這個距離有的時候他搞不好就已經打到我了 就感覺這個 他的那個動物在移動的時候 好像也有一定程度的延遲這樣子啊 我們先來看一下好了 我們現在的中層值只有20喔 怎麼這麼低啊 莫名的就很低喔 那你會給我東西嗎 不會 他說我還需要12點喔 還需要12點的中層值 才能再給我那個 給我給我肉 那邊有 這邊有貓石我得到 所以那邊有個豬 有豬在那邊 啊我豬的旁邊有牛奶太好了 這邊還有兔子太好了 所以他有在賣一個東西的嘛 他賣的是什麼 營火營火就不需要了 這邊先把這個兔子先抓了吧 我們需要這種大塊的肉 肉 啊哦哦哦哦哦哦 跑得不準 啊啊啊啊啊 支出來了 所以那個甜甜圈搞不好也是可以增加基礎能力值的東西喔 可以去拿一下 啊又快掛了 怎麼這麼快啊 先吃個這個肉吧 所以那邊有甜甜圈嗎 那應該是甜甜圈吧 怎麼又來了 沒關係沒關係 來越多越好 這樣硬幣收集的才快嘛對不對 硬幣只要 哦這是繩子啊 會甜甜圈耶 這是 繩子一類的東西吧 Quest Item 這個是 熊的任務耶 這是任務物品 是熊的任務物品耶 熊給我們的任務是什麼 他不是要我們把那個把船給炸了嗎 那為什麼需要要倒神是不是 可以燒然後來炸這樣子 這個就是一個煮過的 蛋 所以先吃了吧 增加攻擊力10點 基礎能力值的 所以其實你只要吃這些東西啊 你不太需要去買什麼裝備 對不對 你吃 像我剛剛吃了這麼多感覺就跟裝備了一個那個什麼 銅製的爪子也差不多了吧感覺 所以這邊這個有個兔子 欸欸欸 好難掌握這個 時機點啊 太好了 終於又找到肉了 這種大塊的肉是最棒的 所以這邊有一個什麼湯呢 這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但是看起來很特殊 所以是增加這個體力值0.5的 體力值 增加了0.5 順便也可以補充一點點保持度這樣子 挺不賴的 所以可以盡可能的去多找一些這樣這類的東西 順便再多收集一些錢吧 那是不是要先往那個沒有跑過的地方去了 或者是我記得在城中 我先看看能不能 有沒有一些人是可以 不用很高的終神值就給我東西 希望有 欸上面有東西啊 有蛋有蛋有蛋 是不是煮過了蛋 那我就可以增加10點的攻擊力了 煮過了蛋嗎 嘿 對煮過了蛋 再吃了 所以現在的攻擊力是到了170點了 之前都一直沒有去看 我以為這些東西純粹只是食物而已啊 那但是就是說 因為你一直打開物品是很危險的事情 那個怪是直接就 會在你身邊直接刷出來來打你的 非常非常危險這樣子 所以我剛剛也在這邊得到活塞了嘛 活塞在這裡 那這邊還有很多奇奇怪的東西在旁邊 那這個牛奶也是直接可以增加那個體力值以及那個 這個血量的 就是最大值可以增加的 所以就直接就給他吃下去吧 OK 那現在天色似乎又要黑了 那我記得在 喔對喔就是那上面那個東西喔 如果上得去的話 欸 是不是有可能 是不是要從這個一直跳然後跳到這邊去啊 這真的有辦法跳得上去嗎 還是攀爬這個縫隙不行 這個不知道怎麼上去耶 天色已經黑了 喔我以為他是那個怪喔 不是 欸這邊有硬幣 太好了應該是剛剛的貓打掉的 所以我應該待在貓多的地方對不對 這是不是我現在的傷害值有比較高的 所以一下可以把它解決掉啊 是就太棒了 我先看這個車能不能上去喔 這車之前我從來都不曾上去過 應該是跳到垃圾桶上面吧 欸下面有那個 這個先打掉 欸他被打掉了 啊我打到自己人了 好像只要 好像是我不小心打到自己人 他就回來打我啦 好像是了吧 我感覺 我感覺是這樣子 我不小心打到自己人剛剛 這邊我看能不能跑跳 可以可以可以就跳上來了 這邊再跳 所以這邊就要可以跳到上面去了耶 太好了 這樣就可以拿著上面的東西了 一個貓屎而已喔 這樣可以跳到對面那邊去嗎 欸那邊又有那個箱子了 這種箱子就是你要花一塊錢 就可以得買東西吧 哎呀被我撞開了 打打 披薩太好了 果然花了是一 好像花了兩塊錢是不是 但披薩是個好東西啊 傷害可以增加 體力值最大值的 也可以增加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傷害到了180了耶 很好 這樣看來這樣子進步的程度就很快啊 之前還收集錢收集個老半天有沒有 然後才去買一個爪子 然後好不容易才增加了攻擊力 但只要一直吃這些東西就好了 這邊我記得之前是有一個瓶子在這裡面吧 欸現在沒有人嗎 所以我一開始身上就有 所以他不給我了 另外就是我不曉得他這個東西 會不會隔一天又再一次的出來喔 希望是會的 喔這個東西也是可以增加的 這個是起司之類的東西 得到 起司的話是增加個什麼東西的 增加體力值還有健康值喔 所以是血量最大值好像又增加 OK 就是這樣 那現在的錢又變成只要14塊啦 我又要去收集了 欸真的打一下就死了耶 可以喔可以喔 哼 這個這個好像血量比較多 但是之前打4下吧 這個也現在只要打2下就好了 太好了太好了 現在啊 真真正正的朝著貓王的 喔打錯了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你後退啦你 打錯人了啦沒有打你的意思 喔這蜘蛛現在只要打一下就好了 但是這個這個老鼠還需要打2下喔 應該是大老鼠啦然後我看一下喔 所以說錢的話呢只要在收集5塊錢就可以了 很快的嘛 我現在比較想知道這個牛奶到底是補充什麼的 我是不知道了 欸又來了 那另外啊我上一次玩到了差不多5天吧 還是6天 那個道路上開始出現了很大 他真的好大 他的高度大概是那個一般在路上走的那個特種部隊的那個 兩倍啊 非常大的那個路 很恐怖 一頭路就是 不只一頭好幾頭路就這樣子超大隻的然後在路上走 超誇張的 不曉得他這次有沒有可能遇到這樣子喔 哎呀哎呀 走走走 那我乾脆先補個血好了 我感覺 血量現在感覺真的很多了耶 喔喔喔喔喔 下雨了下雨了 下雨就不能在外面待太久了 我們還是得找個地方趕快待了 不然 我的那個 我的體力現在下降的超快的 先待一下好了 待室內 這邊能待吧 這邊能睡嗎 呃 我只想睡覺而已啊 所以我又要先拉個屎啊 再埋一下 你打不到我對不對 我知道的 你想打我啊 我在這邊先打你好了 打掉打掉 好 那我就吃個硬幣吧 哦天啊 睡一下 呃 又跑到了一半的區域 然後就開始出現這個紅色的東西了 我感覺是不是要從這邊然後一直往右邊那邊殺過去啊 但是真是怪 怎麼從這個地方就已經開始出現了那個紅色的怪了咧 紅色的怪都已經開始出現了啊 我現在只想要往右邊那邊過去啊 欸 等等 那邊那個是什麼 我看到了什麼 這隻是什麼 狗嗎 應該是狗 有一隻大狗在這裡啊 哈哈 這應該是一隻大狗吧 裡面好像沒有我 我需要的東西吧 我現在還沒跑到正中央耶 不過我感覺這邊好像是有一條路可以直接就通往那個 右半邊那邊吧 但是到路上還有東西可以拿啊 我先打一下 箱子這邊打一下 貓石 這個是牛奶 所以 但是都被擋住了耶 這邊真的有路可以過去嗎 哦哦哦哦哦哦哇哇哇哇哇哇哇 hyvä 哇哦哦嗢喔 Liz 這邊的怪都越來越可怕 是不是這邊可以過去 喔 有條路可以過去了 右半邊應該是從這邊過去了吧 來吧 蜘蛛 來吧 這個真的是在打的時候需要一些技巧的吧 喔 看樣子這邊確實就是一個 往右半邊那邊過去的道路了 很好 很好 我現在攻擊力是180 我只有裝備這個叉值而已 但是攻擊力有180 沒有問題 看樣子 大致了解一下這些遊戲的狀況之後啊 應該會越玩越順吧 哇 真的會越來越順嗎 我越來越懷疑了 有一棟房子欸 先吃個東西補一下血好了 慘了 我總感覺這邊再往前面過去就 就沒有人煙了 才剛說沒有人煙而已 這邊就出來了 我怎麼一直在屋頂下面啊 我一直在屋頂下面欸 出了BUG了吧 我一直在屋頂下面 我可以睡覺欸 睡覺 我真的一直在屋頂下面欸 這裡面沒有屋頂啊 剛剛 見鬼了 是樹下的關係嗎 也許是樹下的關係吧 可是這邊沒樹啊 我在這邊也算屋頂下面欸 哇 哇有綠色了 這些惡魔真的是越來越恐怖了 欸 這邊有個捲餅喔 不錯不錯不錯 這邊是什麼捲餅 我們來看一下 捲餅可以增加好多東西 傷害只加一 不管怎麼樣還是吃了吧 有的吃就吃吧 這邊是 呃 這個廢棄的一個不知道什麼宿舍之類的地方吧 看樣子欸 我好像一直要往右邊走 但是好像 沒有欸 我現在反而一直在往下面走欸 右邊一直是被擋著的啊 欸 但是我到了這一個區域之後 反而又是一個新的區域吧 對 這個是我沒有來過的區域喔 到底有沒有辦法到右半邊那邊去啊 應該是可以吧 怎麼好像有座很高的塔在那邊啊 我覺得依我現在的實力 也許可以在這些地方多待一下囉 對不對 像這個傢伙都可以輕鬆解決 綠色的 紅色的 都輕鬆解決 打不了幾下就把他們打死了 那看來也許屋子裡面都會有一些 可以增加基礎能力值的東西吧 果然沒錯 拿了之後就趕快吃了吧 這我記得增加了不多吧 人家就加囉 人家就吃囉 最重要的應該還是傷害吧 能一下把人打死是最好的 這是你了 紅色青蛙 打 啊 就連他摸我一下其實都不會掉那麼多的血喔 啊天啊 這個貓石不會補血啦 只有肉類會補血而已喔 oh my god 我要去找人了 人啊 剛剛不是那邊是一個人 人 人在那邊 人在那邊 我去找人 給我東西給我東西給我肉給我肉 給我肉 給我肉太好了 有肉了有肉了 來 來 好多隻喔 然後這邊看起來已經被完全的圍起來了欸 我感覺是可以翻過去啦 那這樣子一翻過去就是 要翻牆過去啦 走走走 加油加油加油 重點是上面還有一座塔喔 也許上得了那一座塔是不是 我怎麼感覺好像要來了 欸 我側著走比直直的走還要快欸 在爬山的時候我側著走就可以了 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 我真的要翻到 翻到右半邊去了吧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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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這邊過去應該就是右半邊了吧 那但是這裡面有沒有我們要的東西啊 我又不會爬樓梯 欸 我好像可以爬欸 不對 我會撞到 但是可以一直往上跳欸 真的假的 這個是跑酷啊這個 這只要成功 跑酷成功的話應該可以上得去吧 算了算了算了 上去應該也沒有東西了 正常來講應該不會讓我們上去吧 應該是不會的啊 那邊是水塔之類的吧 沒有必要上去喔 那我們已經到了右半邊這邊來了 我看到了 我在右下角這個區塊啊 啊 但是很恐怖 而且我怎麼 這個肉 肉 重要的肉我拿不到 為什麼 趕快先吃一個 給我啊 哎呦 拿不到東西了 為什麼 為什麼我又拿不到東西了 不要啊 這個是救命的東西欸 拿不到啊 救命的東西啊 再不拿我就要死在這裡了 沒辦法 我們只要先離開了 不管怎麼樣 我們要 深入這個內部去看一下 不過看來是 翻過來這邊是沒有任何的問題啦 是可以翻得過來 但是我快死了 呃 這個喝了 可以補一點血 太好了 幸虧我還可以稍微補一點血的 呃 但是我過來之後是不是就過不去啦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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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哇 天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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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險 危險 糟糕糕糕糕糕 有漢堡欸 這能不能撞倒啊 撞不倒 之前的東西不都撞得倒的嗎 喔 這邊可以 這邊可以繞過去 喔 天啊 怎麼會有這種柵來啊 等等 這邊的箱子不見了 漢堡應該 狗 狗是不是來了 那是不是狗 等一下 等一下 啊 我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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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糕糕糕糕糕 不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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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活下來了 喝點牛奶 喝點牛奶 很好很好 欸 血怎麼突然之間補這麼多 我剛剛吃了什麼東西啊 是連喝兩罐就行了嗎 這邊 這邊不用睡覺 還不用睡覺 硬幣還沒拿到 我們先去拿一下硬幣好了 所以硬幣現在是 五十三塊錢欸 錢超多 錢超多 那Cheese Burger這個是增加那個血量最大值0.5的吧 還是什麼的 還是他純粹就是補血0.5而已 應該沒那麼爛吧 我們應該要設法再往深處走囉 這邊有一棟很大的建築物啦 但是進不去啊 難不成又要破窗而入嗎 好像跳不上去啊 果然又來了 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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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還沒有辦法再繼續增加我的血量最大 欸 那攻擊力的基本值喔 這個 喔 抓不到 抓不到 這個有的時候很難抓 喔 這邊有叉子了欸 欸 你這邊給叉子沒什麼用啊 說真的 這個叉子 叉子不是很好用啊 在這裡的話 需要的是更高的攻擊力的東西吧 沒關係 沒關係 這邊有一棟看起來沒什麼大不了的房子嘛 太好了 終於又可以繼續往前面了 這狗看來應該不會沒事來追我 這邊有個塔 燈塔嗎 所以是不是到海 要到海邊了嗎 沒有吧 這燈塔怎麼會設在這麼奇怪的位置啊 這個應該是要到海邊才會有了吧 先破窗而入吧 這邊是沒有辦法破窗而入的喔 這這這這這這門口已經被一棵樹給擋住了 這這這這這個厲害了 這厲害了 有棟廢屋喔 不用管他 所以現在這個地方到底是什麼地方 重點是海了 還沒有找到海 但我們這一次成功的已經跨越到了右半邊了 非常的棒啊 但是如果你們在那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